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 2017年开市第一天的全球股市走势 那么在昨天的澳洲股市 最终是2017年迎来了一个开门红 澳洲200的最终是上涨 达到了过去19个月以来的新高 而且成功的爬上了5730点之上 各个板块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其中尤其是以金融和工业板块 保持了领涨 中国方面也同样一样 昨天在中国的PMI指数 就是财经制造业的经理人指数 超过了51.2以上 达到了过去16个月的新高 帮助了中国的股市 顺利的也迎来了2017年的开门红 那么在一年之前 2016年的第一天 中国股市曾经还发生过熔断 因此当时的利力在目的悲惨情况 到现在还是利力在目的 所以昨天中国股市顺利 迎来了2017年的开门红 也给了股民 包括很多投资者很大的信心 欧美方面也同样一样 昨天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欧洲平均涨幅为0.4% 美国的三大指数则继续冲击2万点的高度 道琼斯再一次逼近了2万点 达到了19,870点 距离2万点目前还有不到1%的距离 而标普500和纳斯达克也均在刷新高 那么再提一下的是 原油价格昨天一度 英国油是冲击到了60块钱 美国油达到了56块钱 但是在最后收盘4个小时的时候 由于美元指数的强劲反弹 使得油价最终再下跌回来 大约是2% 但目前依旧是维持在过去15个月的高点 另外黄金价格在连续14天的低迷之后 目前也是基本上是走出了1140的一个底部区域 目前是保持在1150至1165的阶段范围之内 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热门话题 说的就是股市迎来看门红 但是另一方面 房价和人民币的汇率则再次选择了掉头 昨天我们知道是2017年第一个交易日 不过好像昨天全球的股市走势都是非常不错 近的来看中国 澳洲 香港 日本 远的来说的话 包括了欧洲 英法德以及美国三大指数 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扬 这个刚才跟我说的一样 和一年前中国股市第一天被熔断 当时相比简直是犹如恍如格式 这最大的原因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中国是发布了最新的制造业 由于现在的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在不断上涨 因此公司很有可能制造商或者说生产企业 从节约成本的角度来考虑是提前大量的进货 所以说你无论是正方来看还是反方来看 不管怎么样 中国的PMI指数在上个月是创出了过去十几个月来的新高 这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呢 目前这个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继续上涨 也帮助了昨天欧美国家继续创出了新高 尤其是石油价格曾经一度达到了 这个英国有达到60美元 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油价呢 曾经最低是跌到了27块钱 现在翻了一倍都不止 所以说在2017年对于我们来说呢 如果我们说到这个开门的这几天呢 能够保持住一个上涨趋势 那么很有可能或者说有很大的几率 2017年全年股市走势呢 都会比较健康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包括今天 明天以及周五的时候呢 股市能够继续翻红 这样对我们来说 大家呢心情不但心情好了 而且呢也预示着2017年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兆头 那么接着我们来说一下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这边的股市是在上涨 但是我们知道从上个星期六 中国颁布了最新的外汇管制条例以来呢 现在呢一个社会焦点问题 就是这个中国的人民币汇率 以及呢现在说到的外汇储备 那其实这个关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流失问题呢 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 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之内 中国的外汇储备流失是一直在加剧 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巅峰时期 中国的外汇储备曾经到达过呢 是4万亿美元 而在上个月月底 中国的外汇储备呢 仅仅只有3万2千亿 这个跌幅呢高达了20% 或者说流失掉整整8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还是在中国的这个出口是大大大于进口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每年我们还每个月 还积攒下来不少美元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啊还被花掉了 这个外汇储备也就是说我们的存款 还被花掉了8千亿啊 所以说这样来说呢 应该说啊这个外汇储备的流失的速度啊 是远远的要高于我们存钱的速度啊 那么这个为啥这过去的两年外汇储备流失这么多呢 我们说知道每人每年限额是5万 但是但是就像我刚昨天说到的啊 经不住人多 大家都来耗羊毛啊 一年一人耗5万 那么你6千万人那就是多少 那就是3万个亿啊 如果你有1000万人呢 那就是5000亿啊 所以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啊 只要有几千万人换掉了这5万的面额 那么这外汇储备即使是3万亿 4万亿甚至于5万亿都禁不住这么换啊 那应该说呢 这个外汇储备正式的流失 应该是从2014年美元正式开始停止印钱 或者说中国开始降息开始 那个时候呢 就是美元重归于强势的时候啊 所以说从2015年的 14年的年底开始 2015年到2016年啊 这两年里面呢 是流失外汇流失最大的 而其实呢 在2015年呢 曾经有过一个争议性的这个争论 就是当时到底是保住人民币的汇率 还是保住中国的房价 换句话说就是保汇率还是保房价啊 那从现在回头来看 能过去两年毫无疑问 保的呢是房价啊 为啥要保房价 其实我们说保房价啊 侧过来说 其实就是在保经济 中国的经济 目前依然是房地产呢 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啊 保房价更是保房地产啊 所以说你中国的当时在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啊 只有保住了经济 后面呢才有可能继续发展啊 如果你连经济都保不住 那你这汇率即使保住了 也没什么用啊 所以当时人民币呢 大量的增发啊 这个社会上的热钱是非常之多啊 房价呢也是涨上了天啊 那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很多的民众手里重新有了钱 重新可以投资 可以消费 但是呢 其巨大的副作用 就是人民币变成了橘子皮 那么在过去两年之内呢 人民币的贬值幅度 也是达到了17% 非常之惊人 那么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 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局 外管局呢 发布的最新的外汇管理条例 从这一则信号来看 说明一个什么呢 就说明现在的风向改变了 也就是说 从原来的保房价 现在很有可能 中央开始呢 要保汇率 并不是说房价不保 而是呢 允许它有不动 甚至于轻微的下跌 那你为什么说房价一旦下跌了 这汇率就可以保住呢 这个逻辑关系在哪呢 我今天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大部分的民众啊 这手里的钱 如果你只是以工资来看的话呢 并不会有太多的余钱 那你说这几百上千万的存款 从哪来 大部分人是从一线城市 卖掉手里多余的房子 来获得的钱 也就是说 你在北京 上海深圳 随便卖一套房 基本上就是八百万 到一千万 你可以随时 这一部分钱呢 你在全世界 别说是这个 中国其他城市了 你就连欧美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你都可以买一套别墅 那么因此这么多的钱 你靠房价获得了 但是有一部分人呢 在海外没有投资渠道呢 他很有可能 再把这八百万一千万 重新投到房地产市场 希望呢 这八百万一千万 变成两千万 三千万 因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房价不涨 他很有可能 或者说有很大的可能呢 就不会去套现 那如果你不涨 再跌一跌呢 那就更不可能 把钱拿出来了 所以说 房价不涨 或者说 房价有轻微下跌 是套住民众手中 多余的钱 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我们知道 现在实业非常难做 你的工资也没多少 大部分的 这个多余的钱 无非就是来自于 房地产和股市 而股市呢 在2015年 一个雪崩 是掉了呢 到现在还没回过神 所以 唯一现在过去两年 你赚的钱 大部分人 只有可能 是从房地产赚的钱 所以 把房地产赚的钱 这一块给冻住了 你不能再赚钱 甚至于 你还有点亏钱 你就没有办法 再去换外汇 这个呢 才是 目前中央的一个决策 换句话说 从过去两年的 这个保房价 目前正在逐渐转移到 允许房价轻微下跌 以换得 保外汇 就算你是割肉 离场 但是你这钱 也换不到美金 所以用这样的办法 虽然我们暂且 不去讨论这个办法 是否是合适 是否恰当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如果房价不继续涨 甚至有轻微的下跌 那么对于 这个人民币的汇率 以及对于 对于换汇的需求来说 将会有 非常大的改变 那所以说呢 我们换句话说 这是其实啊 你如果不卖房子 你就没钱 你钱就跑不了 所以说 如果呢 你房价再下跌一点 你就更被套在里面了 因此在这综合以上所述 我觉得呢 2017年 这在目前刺激政策 印钱政策 依然不变的情况下 人民币继续轻微下跌的趋势 不会变 但是对比2016年的狂跌 将会有非常大的换 或者说呢 这个跌速 将会大大的放缓 但是呢 我们还是判断呢 2017年人民币呢 很有可能跌破7块钱 并且呢 可能达到7.25至7.35的水平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餐厅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